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到龙的都是民俗龙 工艺龙比较多 所以画家也很少有画龙的 即便有 多一半都是工笔龙 写艺龙很少看到 我今天跟大家说的主要是画写艺龙的技法 为了避免这个俗气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以下几点 一就是在画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见笔见墨 笔墨的变化 笔墨的内涵 另外这个鳞片尽量的减少 尽量的能虚则虚 能少则少 不要刻意的渲染 因为民俗龙多一半就是一片一片很琐碎 看得很俗气 笔太碎 在画龙过程当中 注意的第二点就是说 不要整个一条完整的龙给它画出来 这个完整的龙 那就是一看不是国画了 它没有虚实变化 是吧 要分段化 这个龙 一段一段的画 那么空间它空白点 留着不云 或者是即便不不云 它也有云的感觉 另外这个龙是利于美的象征 过去是代表皇权 现在是代表中华民族 所以一定要表现得 要气势博大 富丽堂皇 另外它还是一种吉祥物 是一种吉祥的象征 所以在雄伟壮丽的这种基础上 还避免有那种凶器 就是避免那些凶恶器 所以这个尺度是比较难把握的 另外就是这个龙 在画之前 要先拿探索 拿铅笔 先打好稿子 在打稿子的时候 就注意一下结构 它的透视 要合理 因为龙是没地方写生 是吧 你没地方写生 又现在有空写生 又现在有空写生 对我 Manyak 你没地方写起 你会写的 可以写上 你会写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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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